交通部长换人做做看了 昨天呢 这前任的交通部长林家荣 最后一天来举行交接典礼 这一次呢 他是把这个交通部长答应 直接交给了他的政务次长 也就是王国才 王国才呢 先前呢 很多人说他就像是万用工具人 为什么这样讲 原因是因为 先前他在担任次长的时候 很多重大的交通部 大大小小事务 其实都是派他来出任 好我们来看到他现在呢 正式的变成了交通部长 正式接任就他想做些什么呢 他说第一一定要台铁改好 毕竟这一次台铁就是重中之重 再来呢 他要先来调整组织 希望说呢 先调整台铁的组织之后 再来改善他的财务 然后月底前要查完 所谓剩下的184处工地 到底有没有公安问题 这是他现在当务之急 要做的事情 但是你会问了王国才 为什么是他 那他的履历又是什么呢 因为先前有人说 要来接这个位置 可能需要有公安背景 又或者呢 需要有交通或观光背景 那么王国才呢 先要摊出他的经历来看一看 发现他还真的 在交通专业上头 有一定的涉略 比如说呢 他当过航发会 也去过港务公司 中华邮政一卡通 不过看到这个高雄市交通局长 大概您就理解了 他是哪一个派系 最早呢 他其实在城局任内 当高雄市的交通局长 所以那个时候啊 大家还说 他比较像是局系人马 但后来呢 进到了中央之后 发现没有那么明显的派系 所以呢 也为各派所用 这一回呢 说他直接往上升 也有一说是因为 就是因为他看起来没有明显的派系 再加上呢 他就是政务娴熟 所以就被苏贞昌给直接拔着上来了 可是在昨天立法院里头 哎 有人有意见了 但这一回 敌破大家眼镜的 不是国民党有意见 是民进党自己有意见啊 来看到这一位 民进党立委陈明文 陈明文昨天在直询的时候 就直接讲了 交通部这个部分哈 部长下台 啊政次升官 所谓的部长下台是因为 政治责任 好你当一个政务官嘛 你就必须要负政务责任 好那我佩服他 可是政次难道就没有政务责任吗 苏内阁的这种逻辑 哎我一直想不透 他说你要嘛也代理了半年 啊真找不到其他人 再来争处也不急呀 为什么这个时候 是让政次升官 好陈明文讲这番话 哎就让人家觉得说 别有弦外之音了 为什么因为陈明文 大家认为他是鹰派大将 好那所以是不是表示 这次的这个人事任命 哎其实蔡英文并不是这么同意呢 大家就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好不管如何 在昨天正式的王国财走马上任了 那么新人来了 旧人当来就必须得离开 在昨天的这个席别会上头呢 林家龙说很多人跑上去 跟他惺惺瞎袭 然后呢交通部里头 还有人上来说 哎呀你就是我们看过 最接地气的部长啦 甚至呢王国财也送他八个字 说缘起缘灭 随缘自在 不过他自己呢则是一大早 昨天先跑到了花莲这一边 他说希望能够看到 这台铁在全线通车 19号清晨C02车次曲检车发车 6点39分首次通过 太鲁阁号事故路段 一旁变道已经架设起 整排钢筋砖和水泥 扭泽西护栏 对台铁还有信心吗 对台铁还有信心吗 花莲地坚数第一波起诉中揭露 台铁工程建造单位联合大地 还负责台铁边坡工程 总共16件 其中有10件正在施工 虽然说因为事故全面停工 但交通部次长在立员被选时 说溜嘴 有6件悄悄复工 让立委大发雷霆 你还没有确认说 他过去有没有工程福报 你已经让他复工了 会受理破吗 建造商两人被起诉 台铁工屋段主任熊德宇 和主办工程司潘棠义 列未造文书被告 事件还在侦查阶段 另外10处编破安全调查报告 还有两周才会出炉 工程却抢先开工 台铁真的改了吗 不要说是差不多文化 这根本就是造假文化 台铁科就还没改善 部长先辞职下台 由政务次长王国才接任 连绿营自家人都觉得怪 林家隆别旅行 警戒交通部欢送会 部长受访时 王国才在一旁脸踢踢 而他对台铁改造已经有想法 过去是有用前后照片的对照方式 来确定改善 那我现在会要求他们 一定要现场去做一个查核 王国才希望4月底前 对184处工地盘整 100天内完全改善 烫手山域不好接 如果不掀开台铁错综的铁柜 恐怕难以抽换已经腐朽的枕木 记者综合报道